公路前方出现黑色瀑布 仔细一看竟然是山壁岩石 大片崩落 所有用路人都不敢再向前 这个岩壁崩落伴随巨大石块 不时还有树干连根拔起冲下 从另一个角度看 崩落的宽度达到数十公尺 怪手也不敢前进 树顿重的巨石重砸路面 即使像篮球一样弹跳后 搬入山谷 台八线76.5公里处 台中离山路段 31号下午传出边坡摊坊 现场持续有大面积崩落 公路总局来支援的机具 完全无法介入处理 本手获报之后 立即派遣远景前往交通疏打 连日大雨山区土石松洞 周日更深沉 今年第六号台风翠丝 台湾附近有双台 但气象局表示 路径向北对台湾影响不大 反倒要特别留意 强降雨发生机会 这个第二代在明天开始 就会由西往东 逐渐的通过台湾地区 所以在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 会是这波地压带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各地都会有 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现象 周一开始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局部 短暂震雨或雷雨 尤其山区容易出现强降雨 民众最好避免进入山区 以免碰上土石崩落 低洼地区也必须注意排水 沿防豪雨淹水凉灾 记得陈志庚 黄天耀台北报道 这一罐顶级海皇SO酱 哇 鲍鱼耶 哎 不只鲍鱼哦 它还有干贝石斑鱼 独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哦 它配饭 配面 甚至于露菜都很合适 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来看里面还有优惠的活动